今天介紹的一個主題是氣體感應器 在TinkerCAD裡面 我們有一個原件叫做氣體感應器 那它的形狀長得像這樣子 中間一個上面有很多點 然後一個圓形這樣子 那主要是它裡面用到的一些晶片 那這些晶片對於它有一些成分 對於一些化合物它會比較敏感 像是常見的甲烷 然後液氧化碳等等 甚至酒精 我們依照它的規格可以去選擇 它需要量測的氣體種類 來做我們專題的一個感測來源 會把它裝置在一些家裡面 那可以用來感測說 瓦斯的有沒有洩漏等等這樣的應用 這一顆感應器它其實因為它是比較 以原件的形式存在 拉進來的時候基本上它會有六隻腳 分別是A1 H1跟A2 那這三隻腳主要我們要接的是正點 讓它接正點 那下面的B1 H2跟B2 H2主要讓它接地 那我們會在B2這邊 需要串連一個電阻 20K 20000Ω的一個電阻讓它接地 然後B1的話我們需要讓它接到我們的 Arduino的Analog Read這邊 A5 比方說我們可以選擇A0到A5選一個來接 那為什麼選擇類比讀值呢 主要是因為氣體的感測 它通常是有一個層次的 有多寡 所以我們會利用Analog Read的方式 來偵測說現在的氣體是多還是少 那接線的方面基本上就像這個圖一樣 我們先把上面這三隻腳 A1 H1跟A2把它接紅色的線 接5V 然後至於中間這個H2把它接D 然後記得我們在B1跟B2中間 我們必須把它連接起來 像圖中的這一條紫色的線 我們必須把這兩條線把它共起來 共接之後呢 其中的B2接電阻下地 然後B1把它接到我們的Arduino A5 程式碼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用圖塊的方式 我們先創造一個變數叫做Gate Sensor 創建Gate Sensor之後 我們把它當做一個輸入的設定 所以我們將 拉出一塊基因膜叫Gate Sensor設定為 設定為這個東西基本上 這個橢方形裡面我們放的就是我們的A5來源 所以我們在輸入的地方 會有個讀取類比較 然後我們把值調到A5 這樣子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要去讀它 它透過電壓的方式 我們去讀它的電壓值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輸出 通常我們講的輸出是指 比方說我們要輸出電給馬達 或者輸出電給LED 那在輸出裡面有一塊基因膜叫做列印串列監視器到電腦 那這個的意思是說如果今天你想要直接在螢幕上串列監視器看一些資料的話你可以選擇這個方式 好如果這邊我們可以把它換成我們要的要查的東西叫Gate Sensor 好然後接著我們要設定它的秒數 我們希望多久取一次讀值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調整 我們在控制裡面有個基因膜叫等候 好這邊的訣竅基本上就是你去認這一個基因膜的顏色 看它屬於哪個類別 然後去找到對應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可以在等候這邊把資料調成毫秒 因為1秒可能太久 那我們可能改成200毫秒就是0.2秒 好那如果這樣子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去開始模擬 那我們開始模擬 等一下開始模擬之後我們會再下列這個串列監視器 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一些讀值 那我們就按開始模擬 好那在模擬的方法上面的話你會看到串列監視器開始有讀值 那我們要怎麼模擬呢 我們只要在畫面中間點一下這個感測器 你會看到它有產生一些雲霧 那我們利用雲霧的距離來偵測 比方說我現在把雲霧煙霧把它往外移 距離變遠的時候我的讀值變小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靠近我的感測器 這一團灰灰的東西靠近的時候 我的讀值上升 然後遠離下降 好那如果接下來你要去調整讀值的範圍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我們可以去改這一個的電阻 你可以把它改成小一點 如果今天改的小一點的話我們一樣再來模擬 那你會發現說我們的序列視窗監視器的讀值就變小了 我們一樣把它靠近遠離 那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改變分壓的結構 跟它一起串連電阻的分壓結構改變了 所以我們讀值會排變 但是一般來講analog read的範圍就是0-1023 這樣子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於氣體感測器的一個簡單介紹 謝謝